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欢迎订阅点赞 当人们步入六十岁之门,无论是退休的工作者还是没有工作的人 生活焦点通常会逐渐从工作和赚钱的忧虑中转移到家庭生活 身体和精力也限制了人们对工作和赚钱的追求 过了六十,值得学会修身养性,过上宁静祥和的日子 享受晚年生活与伴侣的美好时光 可以帮助照看孙子孙女,或者与伴侣一同旅游 共同追求新的兴趣爱好,融入幸福的社交圈 俗话说,友谊贵精不贵多 在晚年生活中,更应注重社交圈的质量,少而精致 以获得更多的宁静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简单幸福,内心安宁 过了六十岁,有些人应当保持距离 下面是四类人群,值得避免 一,与你过往不友好的同事 在退休后,不再需要顾忌和老同事的关系 不要太在乎他们的态度 对待不友好的同事,可以当成普通熟人 不必拿着自己的尊严去争辩 二,没有骨气的亲戚 在六十岁后,不要轻易借钱给没有骨气的亲戚 以免损害财务和关系 钱财不是唾手可得的 应该小心保护自己的储蓄和金钱 三,干坏事的朋友 不要继续与那些有不良行为的朋友往来 以避免被牵连入非法或有害的活动中 在晚年,你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声誉和操守 远离破坏性的人 四,挑拨离间的人 那些喜欢制造纷争和挑拨离间的人 不值得与之为伍 保持距离 避免卷入无谓的纠纷和冲突 维护内心的平静和宁静 过了六十岁 安宁的生活是福气 避免与以上所述的人群往来 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宁静 轻松 与善良的人建立更有意义的联系 再次 再次